孙中山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 原名孙文 自得名 后日新 后改一先 在日本从事革命活动的时候 曾用名中山桥 孙中山之名便由此而来 他诞生于1866年11月12日 广东香山金中山是翠亨村人 出生于农民家庭 没有携穿 没有饭吃 童年时代的艰苦生活 使孙中山对农民的悲惨遭遇感触很深 也使他萌发了自由 和平 博爱的思想 小时候看到姐姐缠巧巧的痛苦 开始产生了对社会制度的怀疑和不满 也渐渐认识到封建社会的没落和腐朽 青年时代受到广东人民战斗传统的影响 将往太平千国的革命事业 1911年10月10日晚7点左右 金兆龙 熊炳坤的第一一枪 解开了武昌起义的序幕 起义发动已之后 熊炳坤等率众直奔楚望台军械局 把守军械局的工程营士兵顿时 纷纷加入了起义队伍 及士兵的战斗力和信心越发得到加强 经过一夜的战斗 到11日浮晓 武昌早就被革命军全部占领了 11日晚和12日早 汉口和汉阳新军也发动了起义 武汉三镇全部为革命军所占领了 武昌起义胜利的消息 很快传变全国 湖南 陕西 山西 江西 上海等十多个省市 一个接一个的发起起义 成立军政府 宣布独立 清王朝在各地迅速瓦解 因为1911年是就立辛亥年 所以这次革命被称为辛亥革命 在武昌起义 前的黄花庚起义虽然没有成功 但也同样惊心动魄年初 孙中山亲自去欧美各国华侨中 募集起义经费 购买武器 黄兴组织了一支八百人的反死队 作为黄花港起义的中间力量 并在广州设立了40处秘密机关 4月27日下午5点30分 黄兴在广州小东营起义指挥部召集军队 做好起义部署 然后摔一半三十余人 吃铺梁广总珠衙门 起义军一把火烧了总珠衙门 赶死队冲出后与清军大队 人马相遇 展开了激烈的战争 黄兴右手腹上断了两根手指 仍旧坚持指挥战斗 用左手打枪 玉培伦胸前挂着满满的一筐炸弹 边冲锋 边投弹 所向拼命 经过一昼夜的战斗 体义队伍伤亡惨重 被迫退出战斗 急失败了 这次战斗中 革命党人共牺牲一百多人 收敛到尸体七十二具 合葬在广州黄花港 称为黄花港七十二烈士 让我们永远记住这些历史 记住这一次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的大革命吧 中文字幕提供